你好,各位,我是仲人香港的Matthew Hello,大家好,我是Belix,你好 以前比較多人看的都是studio,一房 兩房都有的,但比例上比較少 就是香港人去買,以前比較多叫做投資客 就是一二一三年 但近一兩年左右 真的比較多人再問一些大些的單位 我自己發覺最近這兩個月 問三房的客人是奇多 其實是整個不同的施設圈 甚至去到不同的國家 日本最近都會走問三房 但不要拉到那麼遠 我想說很多人走問三房 但同時之間的預算是有限 也不想花那麼多錢 想是四百多萬去到六百多萬 就已經搞定了三房 整家人去住 那有沒有這些選擇呢 之前我們真的少了一點 因為我們本身公司的重量來說 是做了一些最先駕駛的地方 很強勁的 其實最近這個 剛才我們說的最先駕駛的話 市場是做得非常厲害的 最近我們自己公司 即是香港這邊 成交的可能有些2.5M 就是2500萬 2600萬 1800萬 1900萬 港幣的東西都有的 即使在投資市場 有些在賣四千多萬 我們都看到是 其實可以 但是想說 如果你說 不好意思 真的小一點 我真的想說四百多 去到六百萬 但我有一家大小去住的話 有沒有選擇呢 有的 幫到你 幫到你 其實就 英國有一家很大的發展商 Barrell Home 現在我們重量聯絡 香港這件呢 就是香港的獨家代理 OK 所以我們其實就 有些選擇可以給大家 沒錯 大家可以看到TOPLE 一家大小自著系列 沒錯 搞不搞 搞定 好 我們就帶大家看了這個TUDE MAP 你會看到我們帶了六個樓盤 給各位 東南西北的Lunus 中間有Central倫敦 我們東南西北的倫敦都有的 那麼我們不如有個 東倫敦有個最划算買的 開始說話 好 就是E Sunland 叫New Market Place 沒錯 以前Barrell Home Central倫敦有東西看的 但是呢 他們在Sung 1之前那兩三個項目 都已經賣光了 但是呢 現在給大家看 其實他們有其他項目 可以再跟我們同事聯絡 但是我們給一些真的有三房 還有那些三房呢 在Local Market 或者我們最近在香港這邊 都真的賣得快 甚至Presentation Slice 準備的時候呢 其中一個單位已經賣了 不好意思 但是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推薦這些單位呢 我們是覺得真的值得推薦給大家 才給大家聽 那先看東倫敦 沒錯 因為通常這三房 其實在城市很遠 相比的比例比較少一些 那麼 很久之前都不是那麼多 香港客人找的 但是這陣子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才特地 不如我們說一下 第一個樓口叫New Market Place 那位置就是E Sam 那我相信E Sam 就沒有什麼幾個 可能不是太熟悉 E Sam就多人 E Sam就相對少一些 那麼這個樓盤已經有些單位 就快可以進去住了 那麼你看到這個價位 紅色圈了 47.9萬 是一個三房單位的各位觀眾 不是一房 是三房 48萬英鎊 三房單位 48萬是多少 480萬塊 還有少許價錢 這個呢 我們有個單位 給大家看看 沒錯 那麼我們先說到哪裏 我們兩個說到East London 但是實際是哪裏呢 其實這個樓盤這裏 最近的地址站叫E Sam 你會看到有兩條鐵路 是Den Strait Line 還有Hammersmith Hammersmith 和City Line 其實你進來 這叫Central London 進來這些位置 都是在說幾多 18分鐘 20分鐘內 一定去到Central London 其實E Sam的賣景 就是相對你的區域更年輕 那也都上班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這個價位 你要買在Western 可能要去到Song Six 可能是Song Six 可能是Song Six 這樣 嗯 還有千萬不要覺得 在這個地方本身便宜了 East Ham 你沒有去過 很正常 我自己也沒有去過 我覺得這些地方 你不是真的在那個地方住 你是不會突然走進去的 它不會有些好華 很美的餐廳 但是你生活所需的 會有 我給大家看一個 叫做Comparable 我最喜歡看Comparable 就是 旁邊買幾多錢 如果你買得比較便宜 不知幾多 幾%的話 那就叫底 沒錯 這個叫East Ham 那下兩個站 近一點 有一位叫West Ham West Ham 就是英超的球隊 叫韋斯行 就是那個地方命令 West Ham 有一個樓盤 現在在賣的 那現在的一房單位 是賣了50萬 我想說 剛才大家看 在East Ham 就是過兩個站 你說的 可能是這三房 是48萬 49萬 那麽上一個範圍 就是 它的性價比是高 所以 英國 地方客人 買這裡 是買得多的 沒錯 那帶大家看一下 其實 尺寸 大概是 200多個單位 不是一座 整個尺寸 相對地 不是很大人的單位 不過 那個位置 真的方便 我們看到這裡有多少座 1月8座 其實地鐵站 就是這個方向 那你身後 這條已經是 那個區分的 high street 基本上你後面 一落街就是 Saintsbury 超級折像 然後有間小的 特斯局 然後你又說 你又要去買 地方的 那你走出來 high street 那你基本上 什麼都有齊 你看到最右側的那張照片 就是這個樓盤 那些叫做 CGI 那些假的 不過 真的差不多 其實基本上 Berrall Homes 他們在倫敦 叫做二三四 他們做的旁目 大家都差不多 你可能覺得 這樣就很普通 但是要記住 他們沒有一些 Fancy 變成什麼呢 你的管理費便宜很多 價錢呢 真的在貼近 本地的價錢去做 沒有 就不會突然 很大的泳池 很漂亮的健康 又要禮賓室 等等 沒有這些Fancy which is good 因為夠實用 實而不華 沒錯 你節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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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 講回這個區分 有什麼特別呢 Newham這個區 其實就是 Stratford 附近 所以有些 Olympic Games 的 Infront Structure 在這裏 還有剛才都說過 這個區分比較年輕 因為有些人 三十多歲 那所以 對地區的發展 比較好 年輕一點 嗯 那我們帶一個 說了那麼久 給一個三方 大家看一下 977呎 一個三方的單位 四隻 兩邊窗 我們要對流窗 是啊 977呎 那你價格 48萬左右 還有 有一點點折騰 跟我們同事去搜尋 Berrill Homes 這些東西 實用得來 積極的 四四方方 就不是有圓形 然後可能有三千八個燈 他們沒有這些花效用的 還有很多客人 住開或者買開 Berrill Homes 的東西 自己收樓的時候 都覺得 它的尺數 看上去 其實可能是 比正常單位 大了10% 因為他們用很多不同的 他們有很多新的AEA 例如是 SMRT 這個可以再慢慢說下去 但是 所有的東西都會很容易 你看到 相對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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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又對著這個 庭園 其實都挺舒服的 沒錯 我們香港住慣高樓大廈 但其實 英國人 不一定的 他們住房子 一樓地下 所以你住回一樓二樓 其實很正常 很正常 如果你很想住高樓大廈 你可以去市場 你可以去 那些地方 很樓高的話 五六層樓高 是差不多的 隔壁 可能有一些舊的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二樓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說 很怕安全 不要買 可以了 第二個 和剛才那個 差不多 差不多的地方 近多一個站 沒錯 那這個樓本名叫 Upton Garden 近多一個站 你會看到 這個站 跪了一點點 輕微 屋苑的尺寸 就大一點 那 那個地位 我們剛才就是 在這裏 下一個站 叫 Upton Park 所以這個樓本名 Upton Garden 那個站 那間七八分鐘 就走到 Upton Park 不用轉車 如果你真的要去上班 通常在哪裏 我猜你去市區上班 其實綠色那條線 叫District Line District Line 直出可以有些什麼 XQ Mondoman之地方 這裏其實已經是市區 市區其實是很大的 這裏很大 你是在哪裏上班 但是很多人 去了Mondoman 周圍走 因為Mondoman 就已經去英雷銀行那邊 所以你照行就可以了 而且如果你不是的 你喜歡搭Hammer Smith Line 去到Laterpool Street 已經是很多公司在那裏 所以方便位 有東西吃 Duck & Waffle 都在那裏 那還要近些大學 Queen Mary 我們之前有另一個 本都可以賣的 出名到 Madical 對 到Madical 是出名的 Kings College 不用說了 Kings College 你會見到這個Site 就是這麼大型的 700多個單位 都是那裏 不是太高密度的 你看到都是十層八層的 那你有很多 相對地旁邊的高密度 是 相對地高的 沒錯 你見到這個深紫色的 那些就完結了 其實Site 早幾年已經開始賣樓花 那有些人 建好了 也住了 我們現在有些 淺深色的 有些單位在這裏 那你會見到 其實你住在 我想下面一張圖 四樓高 看出去 已經你會見到 看過了附近的房子 這裏已經是 Central London 真的不是太遠 而且看得很清楚 還有這四樓 有時候 我明白一個 就是前面的樓 會不會再重新起過 去拆 不會的 為什麼呢 你看前面是什麼地方 現在你看這張圖 看出去四樓 前面那些呢 是一些舊的 這些都是 私人的 要拆它是極度複雜 不是拆不複雜的 但是要收購它是很複雜的 而且價錢是很貴的 通常呢 要建一個屋苑的認識的話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本身 可能是一個停車場 可能是一些舊式的 warehouse 一個營室 買了它 搞定 否則你這些 有牌收又貴 又有牌的 就沒有發展生活去做 沒錯 那當然正正 剛剛Piric所說 這個Site的前身就是 Wedshank的扣槍 韋斯咸以前的市場 沒錯 那我們帶大家看一個 三房的show home 那我們在賣的不是這座 應該是 是啊 不過讓大家看看 它們的質素 我想現在市場上 看到很多窗的時候 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我反而想說 它不是完全用完落地玻璃 它有些位置是 尤其是在那些飯廳那邊 那麼它的陽光度是很舊的 正的 但是它這邊這些 有些窗就叫做半身 但是我覺得是喜歡 因為之前我們有做過一個盤 最近那些客人交流 這種類型的話 反而擺東西更簡單 因為其實有時候 全落地玻璃的話 你很難擺東西 桌子也不知道怎麼擺下去 櫃子也不知道怎麼擺下去 那沒有所有的櫃子 是有些複雜的 用起來 其實現在Barrall Home 這一個是挺人性化的 所以其實是半玻璃就更好 你可以擺一個半身的矮櫃 那你的窗前面也有櫃頂 可能擺一些雜物 擺設 沒錯 你看到生活室 它外面 那些位置就用了落地玻璃 那些很合理 因為你全部有很多陽光 但是有些位置其實你不需要的話 我覺得有些是花巧 如果其他樓盤 但這個是很實用 很實用 可以看到 所以就帶大家看一下 那個積 因為Barrall Home 那個積很四隻 其實很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還有這麼大的樓桌 不過這個單位好像賣了 這個單位不好意思 真的賣了 在我們準備好這張相片的時候 我們銷售的同事 準備好簡單的時候 一大塊賣了 這個單位就是在這一座裡面 但是我們旁邊這座 還有些三方的單位在這裡 差不多而已 所以差不多價錢而已 沒錯 還有這個單位在倫敦就開始 車位不夠 所以你買一些大單位 就可以配搭那個車位去買 沒錯 剛才我們看完當面 我們現在就去另一邊 去西邊那邊 沒錯 這個樓盤叫Haze Village 你知不知道是Haze 這個地方 在西面 賣點是什麼呢 就是河邊的物業 以及伊利沙達線 和新鐵路線 這都是說三方的價錢 是53萬一 那這個就是Coswell的圈圈 我們就正正的樓盤在這一個站 你會看到這些 出去回去大 叫做Pannington Born Street 17-20分鐘 其實真的很快 因為現在去的 就真的長一點 但是你真的 Coswell 其實伊利所說 Coswell 最有利益的就是外面 外面的地方 因為你中間這些位 其實一向都方便 只不過多條線 沒錯 但是外面的地方 真的有利益 挺好的 所以你看到外面的價錢 升得快一點 就是你鐵路 就是你好像那些沙中線 你去到遠一點的 馬鞍山那些 不升得快一點 就是它最標準的 就是同一個概念 但是你在這個位置 Croswell 還未完全開通了 其實由頭最 現在大家可能看到的 由 Reading 到南方的位置 那段就已經開通了 但是其他那些 你說要再入 Coswell 今年年底 就會落成的 等一下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它真的有一個站 是Croswell 那一站 沒錯 這就是那條片 右邊就是一個屋苑 一直走到那個 地市站那邊 其實都是那邊走六、七分鐘 附近都是一些 很經典的民居 英國 挺舒服的 其實旁邊 其實現在在看的這邊 就是我們現在的 Marlane Hight Village 但是左邊 是一些舊的居住 全部是公共的 這間其實環境 是挺舒服的 當然這條片 如果你要播完的話 要多一點時間 始終走到六分鐘 我們不會播完的 放手 你想要回到那條片的話 沒問題 告訴我們 我們會傳給你看 你看到這個紫色 就是這條伊莉莎白線 它們的顏色 是同一個平台 那是什麼意思呢 同一個平台 你可以用到 National Rail 你也可以用到 Elizabeth Line 沒錯 所以很多客人就說 只有一條線 又怕它 on strike 又怕它壞車 不用擔心 不是一條線的 還有想說 剛才我們有說過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之前是有個樓盤 附近 租得挺好 因為這些位置 我相信香港人 沒有什麼特別的人 會走下去 稀衰的位置 再比較修樓 再建立一點 至少有多些餐廳 店 那修樓的位置 相對地沒有很好的 都形容得很好 所以這個 應該會更加容易 是的 如果剛才大家有留意 這個圖案的話 其實修樓就是 在它前一個站 那你沒有說 後一個站 即近一點 Sancho London 那個站 現在的兩房 賣的是53 54萬 但是現在我們 我們在這裡 我可能是希斯的位置 後一個站 就是一個站 但是你三房 賣的是55 所以是 其實Barrell Homes 他們那些東西 還有這個 都是一個大型屋苑 還有大發設商 大型屋苑 這個整個範圍 是說1500火彈 還有這麼多座 但是裡面 比較低密度 最高這個 都是十層樓高 那你會見到 我們現在就有些座 其實這個屋苑 或者這個座 我們去年做過展示 但是去年 真的沒有什麼人 找三房 當時只是比一、兩房 多一點 但是現在真的多了很多 沒錯 那你會見到 這個賣點其實就是 整個地區裡面 很多這些 公園 有一個公園在正裡面 那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 爬艇 雖然有CGI 但是呢 他真的在這一座的地下 有一個地區 做一個 叫做Watersports 給別人租回這些 那些 CANU 都不錯 小朋友喜歡 過癮 講得好小朋友 這些家長客就是 下網了 那你會見到 附近有幾間 OFSTEP rating 都是GOOD LEVEL 都好幾間 這裡真的 那所以 如果你說要讀書 要就牌讀書 剛才East London 不對的 不要緊 去到這邊 你找到這些營 有了 那我們帶大家看一個 三房 都是這個 都是三房 這個在二樓的 七八九十六呎 再加一個八十 八十七隻的楼座 其實八百多尺 五十三 五一 那你會見到 那個職又是四正了 那三間房 三邊 落床 全部都是雙人床 這些職比剛才那些 其實那些職已經很市正 但這個職是一個 場當 那三房 兩個洗手間 其中一個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它的Master Bedroom 是做到 書桌的位置 那 是很空間 它沒有浪費到任何位置 那我想說 少許Layout 有些客人會問 為什麼 英國裏面的楼盤 那些Living Room Dining Room 無緣無故整理沿下去 其實是防火條例問題 那就是不一定的 全部都是 但是呢 有時候會覺得那間房 那間房 如果不加 有些什麼發生呢 要加一些很特別的防火 叫做灑水 那 那 就變得很麻煩 那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想想一下 就是如果你煮東西吃 大煙少少 是的 那你突然要噴水 那你也很麻煩 所以呢 沒有發展商會做這些東西 大部分所以變成這個 Living Dining 都是監視門 去做一間房間 嗯 By the way 這一個單位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那條河 就是它有兩年長 還要看到河 那都是五十三萬一隻 其實真的 那下一個project 我們就都在這裏附近的 那就是 這個樓盤叫做 High Street Quarter 那就是Hansel這個站 是的 那你剛才說的是West London 這個Hansel在哪裏呢 就是 我想大家可能沒有去過了 應該正常都真的 但是呢 就近一點 Hansel機場 就是香港 飛過英國 Hansel機場 那是那個附近來的 這個位置 那這個盤的賣點是什麼呢 其實因為這個樓盤 在Hansel這個站的中心點 那下面呢 這個應該是樓盤 下面應該有很多店 還有一個十個house的影院 那所以其實就會整個站 你建完這個東西 就翻新了 漂亮了 那很多新店 新的街道 那會 帥仔 帥仔齊整理 那其實 走到地鐵站 走到最近Hansel Central Station 那遠一點走到Hansel East 那又近 機場就在這個方向 但是在那邊說機場 那客人不要擔心 就是它不是在飛機熊到下面 是的 它不是在飛機熊到下面 所以你不會聽到任何飛機聲等等 不要擔心 之前呢 我們都去過另一個事情 是Soul Pro那邊 又是一樣 又是聽不到 Hansel那邊 你都不會聽到 你可能很遠遠會看到一架飛機 但是你不會真的聽到那個聲音 放心 不是九龍城那一隻 是 沒有錯 那你會看到你的時間中心裡面 其實已經有齊了這些購物中心 有齊了這些牌子的東西在那裡 那當然不是說高級購物那些 你要買購物 真的要去分析 你應該談到很高級的了 這個很好吃 我真的喜歡你家 哈哈哈哈 那你會看到你的商場 就是乾淨整齊 這樣有齊了所有東西在那裡 生活所需 在那裡的了 那這裡裡面有幾座建築 那但是呢 我們現在就 剛剛買 發展商在買這一座 最高的一座 比較可能適合香港人口味一點的了 那就是Campden Apartment 你會見到這一塊 就是黑玉色的一個 就是一個戲院來的了 基本上一到街 在齊所有東西在那裡了 正 那帶大家看一個 大家高一點點的 這個23樓 因為附近沒有那麼高的建築 所以你買到中高層的 已經看了整個 看得很遠很遠的 真的有張相片給大家看 先看看尺寸 剛才那些三房介紹 有些是七八個幾尺 八百幾尺 九百幾尺 但這個就相對再大一點 去到一千零八十尺 其實你很透明 看到大桌在哪個位置呢 有些客人我明白 很需要在那個 Listung Daniel Room那裡 是要多些位置的 大家可能家人一起相處的時間 是要多些 明白的 那這種類型呢 就真的比較適合 那那個露台呢 一百三十尺的 基本上去到 你看到幾間房 都是相對地大一點的 它真的做得是 那千多尺 那你說六十三萬元 其實你說五百多檔 一尺做的 五百八十磅 還有有景 有景 那個景是怎麼樣 給大家看看 沒錯 這個是向北的23樓 那你看上去 基本上你附近 是不會有高樓 也都你眼前 剛才所說過的 這些全部都是住宅民居 基本上很難收到地 那 這個尺寸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 物業呢 前身就是一個停車場 就是一個 叫做露天停車場 那它就收了地 那你可以建一個建築 那所以其實你附近這些 你都很難見到 基本上你買完一定以後 就是這樣 所以真的挺舒服 沒錯 那我們再帶大家去完西邊 我們現在上去北邊 對了 在North London 一個Handon這個位置 那高爾名叫Handon Waterside 顧名思義 在這個水邊塘 這個就是水塘來的 嗯 沒錯 那二十 一個大人樓園來的 不過其中這座 就是二十層樓高 還有全部都包車位的 那這張圖呢 就帶大家看到 這張圖 這個是兩年前拍的 那麼這張圖 其實就是這裡 那兩年前已經建了 中間的站 已經建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販賣的 在這裡 在建這個 放心 這個已經是建到 差不多收了 記住 兩年前的了 沒錯 就是現在不是這樣 但是不好意思 我們最近找不及 這張圖 所以這張圖 沒錯 那所以你會見到 大園園很多 在哪裡呢 你會見到最近的站 就是Handon 這裡相對地 沒有 香港人沒有那麼熟悉 但是原來附近上面 Colander 我想就一說 很多人都知道 有很多亞洲的店 很多亞洲的店 亞洲的購物 可能你吃韓國的東西 如果你有些留學生 那些什麼 就去唱K 真的有的 但是本身 如果你問我 住在那邊 可能是中產 其實相對地 比較中產 所以是一個 挺舒服的地方 但是 在Colander 裡面 你不會有水塘 其實整個 倫敦裡面 可能只有兩大個水塘 都是北邊 一個是Rubury Down 另外一個 就去到Bland 那些都是 不是人造出來的 真的 它本身有的水塘 所以是挺矜貴的 是啊 而且我相信Rubury Down 你買很多 那你見到那些價格 就斷著它 沒錯 挺受地區的客人歡迎 就是你這樣看 現在這些電腦效果圖 或者你這樣看 你可能會覺得 都很美 但是你真的去到 走走一個湖 你就會發覺 哇 真是很寬鬆 你香港不用只要找到同類型 因為你看這個湖邊 就是你的屋檐範圍裡面 有多少 你去跑步 我知道你喜歡跑步 你一到街就是這樣 跑步真的很舒服 為什麼我們會說 不要只覺得 我要買單位就是向著那個湖 但是 就算那個單位不是向著那個湖 你要記住 你平時可能出出入入 你出去做一些outdoor exercise 出去散步等等 其實你都在享受這些environment 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自己的家都是 我看不到那個海 但是我都會在沿著海 海那裡去跑 我覺得是挺舒服的 所以其實你在買 你不是只買這個單位 是的 就是environment 你買的environment 真的挺遠 沒錯 那我們都帶大家看這個 一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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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五萬八 其實九八七十一尺 加上路台又是一千尺 是的 都是一貫的 包來作風 非常之實用 你見過廳很大 你見過L型沙發 還有一樓單位 還有一樓單位 走出去 雖然這個單位 因為不夠高 你未必見到路台 但是仍然有兩邊窗 還有這一邊的 樓單位是對著中間的確約的 座和座中間都比較寬 沒錯 挺舒服的 環境這裡是挺舒服的 因為你記得 之前我們有另外一兩個項目 都是居住在旁邊 買的時候 那些客人都未必感受到 但是收樓之後 很多地位客人去租 可能是一些叫做日戶士 或者城市上班 你說城市上班 怎會租到這邊 很多都會 其實很近 是的 其實很近的 而且你要記住 很多人上班 我現在都是這樣 不希望我住的地方 我在中環住 我不想去中環住 因為感覺很壓力 我想住遠一點 遠一點 我不是說整個小時 去到不知哪裏 那些 住遠一點 但我去到 是真是Lively 是真是Residential 很RELAX 回到家的感覺 就是輕鬆一點 就是這種 進回一點距離 但是不要太遠 沒錯 沒錯 這個on-site photo 這是真相 其實你看到 很多時候 CGI 就是電腦假圖 和真相 其實真是九成九次了 起出現出來 可能有時候 學員都會說 Everall Homes 那些project 他們那些 起出來的顏色 好像 好像 差不多 可能是有怪的 不是的 他真的跟回地區 旁邊的那些 標準 不知道是什麼顏色 有時候 Cancel 是有這些政策的 不讓你起到太誇張 會有很多這些政策的 所以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看到這種顏色 或者紅色的那種的話 其實你要記住 都是在Cancel的範圍之內 還有這些地區客人比較喜歡 真的 沒錯 就算你自己買一間原首樓 你說我想有一個粉紅色的 是不行的 Cancel人不可以 你這樣做 你很簡單附近的環境 要配合 沒錯 我們還有一個樓譜 就是Springfield Place 剛才在北邊 現在下來哪裡 南邊 Postcode很明顯 SW 有些客人都會看到 SW的SW很棒 是的 整體上SW的Postcode 有些去到什麼 你去到溫布頓那些位 都會SW 但我沒有說到這裡好像溫布頓 這樣 不過是那個方向 其實是方便的 這個盤這麼矮一點 你看到 其實下來了很多Green Space 就是SW的ACES Park 剛才我們那些都叫低密度 這個更低 這邊只有三四層樓高 所以這個就更好一點 所以這個三方單位價錢 66萬五 貴了 這個位置 我們的樓盤就在這裡 最近的站 Loft & Night 就是這個 Toting Toting Toting這個字 我想客人比較少 你看到Toting Board Toting Back 你記住 旁邊的位置 叫Clatton Common 其實這個位置 Clatton Johnson 可能大家會聽到比較多一點 我們不是在Clatton Johnson 但是Clatton這個位置 很多英國地區客人 正正就是住在這個位置 很多大房子 就在Clatton裡面 都很值得的錢 沒有什麼新的 而且你不會看到任何高樓大限 出去其實是方便的 你可以搭National Rail 或者By Northern Line 但是這裡其實很明顯 Northern Line 去到London Bridge 都是18分鐘 沒錯 你真的停車載 Clatton Johnson 那裡4分鐘 那裡只有一個站 那你坐車 你坐車 你見到 這裡比較多人 除了Clatton 還有Battersy 和9M 香港人有留意 其實你上去 也是很快的 這些位置 三方六十多 你上去Battersy Studio也買不到 沒錯 相對地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也沒有那麼出名 但是原來 地區域也有這個 Totting Market 是的 那這些 英國裡面 很支持 他們本地的人 去自己做 做一些小生意 創業 怎樣說 這些地方 你不會見到 很多大研究所 通常 那些小小的 Coffee Shop 等等 那幾多人會去 不好意思 我自己也沒話說 我先說真 但是我完全理解到 去什麼 例如說 去到Shaw 也是這樣的 很多小小的Coffee Shop 其實你去一下 跟那個Business Owner 去聊聊天 是很開心的 就是 我覺得 希望快點通道關 我們可以去到 因為我也想去一下 這些地方 沒錯 正等於你去旅行 你去商場 你都是為了買東西 每個商場都差不多了 其實我覺得大家 如果接下來 可以去一下 那邊 試一下這些地方 去感受一下 他們真是地區的文化 你只去Oxford Street 你感受不到地區的文化 你相信我 你去一下這些地方 OK的 沒錯 所以當地人更加受歡迎 你更加喜歡去這些地方 那你見到 那個地區有很多 Green Space 其實呢 只是我們賣的單位 就是那個建築 就是這一堆 但是你外面 全部都是Green Space 家庭客 真是很受歡迎 這些 你會看到這些 三層樓高 四層樓高 這些就是 中庭 或者是住的地方 不要想著 我要一些景觀 是很誇張 很遠 不用想這些 景觀都很美 看自己 他們本身的確認 一些家庭 其實這些 Green Space 是很棒的 那這裡給一個單位 剛才我們說的 都沒有一個 Ground Floor 我明白的 香港客人的心態 就很少買Ground Floor 怕那個安全問題 沒錯 但為什麼我們都會給大家看這個單位 因為其實最近我們有客人 收了一些Ground Floor的單位 租得非常之好 就是說那個回報率 是超過5厘 新樓 超過5厘 那是真的可以發生 為什麼呢 其實它比正常同款單位 它是可以租高一卷 租高十幾個百分比 但是因為很多地方客人 喜歡前面有這麼大的 附近 這些地方 你看到 其實這張圖畫 都給你知道的 Floor Plan 在附近 可以放一張四人桌 是啊 很爽啊 是啊 你真的享受 喝杯啤酒 其實夏天 真的挺舒服 是啊 所以其實我客人初買的時候 有很多客人都很狂 購買地下單位 好像不太好 好像人們可以進來 但是人家一向 你會看到不是住宿舍 其實住的房子 全部都是地下 車牌門口 一走就走進來 甚至你去到最珍貴的地方 比如你去到Belgradia 那些地方 甚至低於Ground 所以不要特別 還有這些地方 買關鍵是好的東西 這些地方真的很安全 算是OK的 所以不要特別擔心 所以我都想給大家看一看 Ground Floor 其實都可以是一個好選擇 是啊 我剛剛剛才Felix所說的 我的客人的租貨務部 還沒有期望 我們做了Code 他都沒有那麼高 但原來實際上 真的挺好 我們猜他在租貨的單位 是做回顧率 4厘6厘 4厘7厘 是超過5厘 是超過5厘 所以是挺厲害的 沒錯 那我們現在 就重量聯航 就會在Barrett Homes 這間英國很大的發展商 他們的Master Agent 我們是他們的 香港獨家代理 我們現在在Facebook Youtube IG上面 都有那些東西 所以有什麼問題的話 隨時跟我們 重量聯航的同事聯同 我們就有很多不同的 項目給大家看 但是今天的三房 我相信大家 是可以選到自己的心罪 由48萬左右 你去到65-66萬 都是三房 其實這些地方 全部出入都是挺好的 所以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告訴我們 買得快的 真的買得快的 還有 屬於地區也買得快 還有我們最近 香港辦公室 都買得多 所以有什麼問題 告訴我們 好嗎 多謝大家 我們下個星期 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